第641章《今天我陪你》,蓝小布走出屋子,感受了一下自己轮回锅所在的方位。轮回锅一直没有动过,显然没有人去捡。按照他的感应,轮回锅和他之间的距离还不近。蓝小布决定再过一段时间去寻找轮回锅,等他使海河丹田稍微恢复一点,就算是神念无法使用,能施展部分神缘也是好的。 站在土屋外,蓝小布这才发现这里是真美。山青水秀,一些不知名的鸟儿低空飞过,然后互相鸣合,这些和远处还在田地里劳作的人们构成了一幅完美的画卷。蓝小布深深吸了口气,尽管没有仙灵气也没有神灵气,就算是灵气也是淡若无比,可他却感受到了一种轻松,一种惬意。如果真的没有灵根,一直在这个地方安静的生活,也是一种幸福。 尽管这里没有神灵气,但往这里一站,蓝小布都感觉自己的心情也要好很多。不过随即蓝小布就想起了洛彩斯,他叹了口气,也不知道将来如何面对洛彩斯。走了一会再次回到房间,左婉英还在努力地修炼着。 尽管蓝小布不知道左婉英的功法,不过看左婉英的功法,应该还不错。虽然在他看起来,档次差得远,但在一个修真界有这种功法,已算是非常厉害了。 除了第一次接连修炼了两天两夜之外,后面左婉英都很清楚自己修炼的时间。 每次到了饭点,他都会停止修炼,煮饭及蓝小布吃。 过几天就去田地里面照看一下种下来的东西。 蓝小布只能劝说左婉英不要给他煮饭,他想吃的时候自己弄。 至于田地里面的蔬菜和那两亩素米,他也是可以帮着照看一下的。 时间久了,左婉英发现蓝小布说的是真话。 加上他修炼的过程中,每天都打断,的确是影响太大,索性就听了蓝小布的话,专心修炼。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左婉英没日没夜的修炼,而蓝小布却无所事事,除了照看一下田地之外,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村头和村尾转悠着。 短短时间,长领村所有的人都认识了蓝小布。 蓝小布也发现,这种不去想任何事情,安静无比的田园生活让他的是海和经脉的速度恢复速度加快了数倍都不止。 有的时候,人是需要停下来休息一段时间的。 无论是云云众生中为生活求存的人们,还是一个没日没夜修炼的修士,都是一样。 原相祖被自己的修炼进度惊呆了,在发现自己可以继续开辟凌落后,他留在这个地方已是修炼了四个多月。 四个多月时间,他开辟出来了96条凌落,修为也来到了拓卖九层,这让他激动得难以自己。 原相祖是原家笛子,他可以肯定,在真虚大陆绝对没有人能在四个月时间开辟出90多条凌落的。 不仅如此,他的修为还提升了四个层次,从拓卖五层来到了拓卖九层。 而他似乎还没有到尽头,随着他继续下去的话,也许他可以开辟出第97条、第98条。 甚至是第100条凌落,一想到100条凌落,原相祖都被自己的想法惊骇住。 在真虚大陆,只要开辟出来的凌落到了99条,哪一个不是精彩绝艳的强者。 更不要说开辟出来了100条凌落,绝对不能这么快救助凌,他一定要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开辟出来第100条凌落。 直到这一刻,原相祖才感觉到自己这个名字有些对得住祖上。 父亲为什么给他起个原相祖的名字,就是要他向祖上圆这一靠拢啊。 可这些年来,他都将祖上的名声丢光了。 屈家,你给我等着,让我原家一年比一年落魄,回我原相祖的家,还害死我的结拜大哥。 可是自己为什么会修炼得这么快? 之前他可是几十年都无法寸进,难道是突然开窍了? 或者说他所在的这个地方有什么不同,原相祖很快就确定,自己修炼进度这么快和这个地方毫无关系。 这里灵气严格说起来还比较匮乏,只是因为他开辟的灵落多,才可以大面积的席卷灵气。 那他到底是什么原因才让他突然修炼这么快? 原相祖仔细想着之前的事情,他忽然想到一件事,那是他和天涯结拜的事情。 莫非,原相祖呼得站起,难道是天涯的血才让他进步这么快? 原相祖越想越对,如果真的是天涯的血让他如此大的改变,那天涯绝对不是寻常人。 讲到这里,原相祖再也无法留在这里继续修炼了,他要赶紧回到洛翠城。 不过原相祖很快就止住了自己的动作,他现在回到洛翠城有用吗? 天涯和左婉音早已安葬了,原相祖拍了拍自己的额头,他总觉得这件事自己做得不地道。 同时他也庆幸,幸好是自己发现了天涯的血不凡,若是别人,怕是会去掘墓了。 这件事绝对不能泄露出去,连一个字都不能泄露。 蓝小布看着修炼中的左婉音,尽管这里的修炼体系和他修炼的体系不同,不过大同小异。 次个月时间,因为他在旁边的缘故,左婉音已是唾卖九层圆满。 不仅如此,凌落也开辟出来了九十九条,似乎感应到了蓝小布在看自己,左婉音从修炼中清醒过来,他看着蓝小布奄然一笑,站起来说道, 夫君,我去帮你泡茶。 洛翠城有很多好茶,等我们去了洛翠城后,就有的喝了。 蓝小布扶住左婉音,哪怕和蓝小布有了夫妻之时,甚至自己曾经疯狂过,可最近一段时间左婉音一直忙于修炼,两人几乎没有同过床。 现在被蓝小布扶住,左婉音的脸依然是红了起来。 不过他很快就用蓝小布几乎都听不到的声音说道,夫君,晚上我不修炼,陪你一起。 蓝小布正想说话的时候,左婉音又说道,等这次过后,我估计又有很长时间不能陪你了。 你是不是准备晋级了?蓝小布猜到左婉音要助灵了,左婉音点点头,是的,我要助灵了。 蓝小布摇摇头,不,你最好不要助灵,我感觉到你现在助灵,对你将来的前途有很大的限制。 我建议你继续开辟凌落,也许你可以开辟出更多的凌落。 啊,昨晚因惊讶一生,随即赶紧说道,夫君,我开辟出来了99条凌落,在整个真虚大陆,都是凤毛麟角,算是非常好了。 蓝小布呵呵一笑,不,你还可以开辟更多的凌落,还有,真虚大陆最高可以开辟出多少凌落。 纠真未面不同,天地规则也是有差异的,所以修炼的方式也略有不同,不过殊途同归,最终结果是不会错的。 在这个地方修炼是要先开辟凌落,而蓝小布修炼的时候,一边修炼,一边凌落就自然而然的开辟了,根本就不需要一个单独的境界来。 这没有谁强谁弱的问题,只是天地规则不同而已。 我听说曾经有一个前辈,他开辟出来了108条凌落。 不对,好像是脉络,具体我也不知道,我祖上和他有过几面之缘。 不过除了他之外,能开辟出100条凌落的都没有几个。 左婉英说道,蓝小布毫不犹豫地说道,既然如此,那你就开辟108条凌落,具体我来指点你。 还有,我感觉这里的天地规则修炼道脱脉九层不是极致,应该还可以继续修炼。 你不用助灵,继续修炼好了,108条凌落,左婉英都呆置住了,还有天地规则,这是天道啊,和他修炼应该没有关系吧。 不对,刚才夫君说感觉这里的天地规则,天地规则这种玄乎的天道还可以感觉到。 不过左婉英没有怀疑蓝小布的话,只是小心地说道,夫君,如果要继续开辟凌落的话,那就不能继续修炼了,我只要再修炼,就会助灵。 还有一个问题让左婉英纠结,那就是若不继续修炼,他如何继续开辟凌落。 婉英,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修炼我的功法。 蓝小布说道,和左婉英相处这一段时间,他完全明白了左婉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他才愿意拿出自己的功法,给左婉英修炼。 啊,左婉英惊讶了一声,他心里很清楚,自己组上的功法绝对要比蓝小布的功法好。 他的组上左韶英可是站在整个大陆最巅峰的存在,修炼的功法传闻也来自当初真心最顶级的宗门问天学宫。 可现在说让他改修功法的是他夫君,左婉英很快就觉察到自己的表情不对,他赶紧说道,多谢夫君,那我就改修夫君的功法。 无论夫君拿出来的东西是好是坏,其都应该以夫为刚。 尽管左家是女性为尊,可左婉英却不这样认为。 他觉得女子就应该遵从夫君的,不能让夫君有任何难堪。 否则的话,女德何在?再说了,以他现在的修炼速度,换一个功法也没有什么影响的。 说完后,左婉英担心自己表达的不完善,连忙又说道,夫君放心,这功法将来我只会传给我们的孩子,不会泄露给任何人。 蓝小布笑了笑,没有关系,想要学会真正的长生诀,没有我的指点,那是不成的。 现在我就教你长生诀,然后你冲击拓迈进更高的层次。 左婉英听到这里,赶紧说道,夫君,要不明天吧,今天我陪你,第642章回来报仇了。 光阴如见,岁月如缩,距离当初原向祖离开洛翠城已是第七年了,七年时间,整个洛翠城变化巨大。 最大的变化是原家早已落魄到从洛翠城三大修珍家族出名了,原家各大产业陆续被框家和虚家接受。 相对而言,原本低调的左家,最近几年时间崛起很快。 左家家主左恒情在女儿左婉英死后就离开了洛翠城,从此杳无音信。 左家没有了左恒情和左婉英,当家做主的只有左方怡。 左方怡是一个有野心的人,短短数年时间,就将低调的左家推到人前。 各种各样的生意都开始插手,不仅如此,还养了许多修士,甚至还有一名托凡进强者。 左家实力虽然比不上有托凡圆满强者的框家和虚家,不过左家在真正的修珍城市大却修珍城也是有底蕴的。 所以在没有彻底侵犯框架和虚家的利益之前,框家和虚家都没有对左方怡如何。 洛翠城长虚商楼,在整个洛翠城也算是最豪华的商楼了,这个商楼是虚家虚被合建起来的。 整个商楼分为五层,底层是虚家工会,虚家工会允许任何人在这里交接任务,并且可以使用虚家贡献分。 二层和三层都是各种宝物,丹药之类出售,四层却是最大的一个拍卖会。 至于五层,那是虚家少主虚被合修炼的地方。 此刻长虚商楼外面却站着一名一身沧桑的男子,男子头发很长,胡须很久也没有收拾过了。 他的背后背着一柄长刀,盯着眼前这个高大商楼,似乎在愣神。 他就是原相祖,他很清楚这个商楼本来是谁的地方。 这个商楼是他的家,须被合将他的家毁掉了,然后建立了这个商楼。 也是因为他的家被毁掉了,他没有救下结拜大哥天涯的命。 如果说之前他和天涯结拜只是希望天涯有一个身份合作晚因在一起,还有就是没能救下天涯的愧疚。 那后来他在感知到自己修炼进步迅速可能是天涯的缘故后,他已彻底将天涯当成了自己的大哥。 今天他回来报仇了,报天涯大哥的仇。 还有他原相祖被毁家之仇。 七年了,七年时间,他从一个拓迈进五层的修士晋级到了原单一层,开辟出102条零落。 这一切都是天涯大哥所赐,在进入星空寻找新的机缘之前,他一定要将这个仇报了,然后去结拜大哥的坟前祭拜一番。 所有在长须商楼的人听好了,如果你不是虚家的人,请十个呼吸之内离开长须商楼,否则的话生死自负。 原相祖深深地吸了口气,提高了自己的声音一字一句地说道。 几乎是在原相祖话音落下的同时,十数道身影就从长须商楼积设而出,扑向了原相祖。 等等,一个声音随后响起,那十多道冲了出来的身影,硬生生地停在了原相祖的身前。 蹬着一名身穿紧衣的男子走了过来,他上下打亮了一番原相祖,然后哈哈一笑说道, 卧哟,我说是谁回来了,这么嚣张。 原来是祖少啊,祖少这是回来找场子来了。 觉得我须背和站了你的地盘,原相祖看着站在眼的须背和,对方已是助灵七层境界。 如果是在几年前,他甚至连在对方面前站稳的资格都没有。 而现在,对方在他眼里却成了一只蝼蚁。 人生际遇,真是无常啊。 在绩效完之后,须背和脸色一冷,声音冰寒地说道,给我将他四肢砍掉,然后挂在长须商楼外面, 同时告诫原家,献他们一日之内滚出洛翠城。 原家滚出洛翠城是不可能的,须家早已将原家看成死人, 只要原家离开洛翠城,须家就会将原家斩尽杀绝。 是,迟数到被虚背和叫停的修士再次急冲向原相组。 原相组心里非常清楚,虚背和让十几个人来对付他,不过是故意显摆罢了。 这不是做给他看的,而是做给旁观者看的。 否则的话,在虚背和眼里,恐怕只要一个人就可以教训他原相组。 原相组一张手,背后的长刀飞出,随后一道刀壶白芒划过空间。 一片片雪花炸裂,那十多名冲向原相组的修士,甚至连接近原相组都没有办到,就已经化为了两节。 虚背和脸色一变,这些冲上去的打手,修为最强的一个已经是驻灵九层了。 比他还要高一些,可现在连人家衣服都摸不着,这原相组的实力。 足少,这事情有些误会,是我的错,虚背和脸色苍白小心地后退,他语气中充满了惶恐不安。 原相组恐怕不是脱繁镜这么简单,很有可能冲进了原丹镜。 当年说原相组是原家第一天才,难道这是真的? 原相组一直在藏桌,原相组依然是没有动,那虚空长刀再次画出四道影子,下一刻虚背和的双臂和双腿全被劈断。 原相组上前一脚,正好踏在了虚背和的胸口,五脏和鲜血从虚背和的身体飙出,让人不忍直视。 然而原相组却没有在看脚下的虚背和,长刀再次卷起,化为一道竖杖刃盲从长须伤楼的顶端直披下来。 空,一道尘埃席卷开,整个长须伤楼被这一刀切为两半,许多没有出来的修饰,直接陨落在其中。 更多想要看热闹的修饰,看见这种可怕的场景,哪里还敢继续留在这里,疯狂四散而逃。 所有的人都清楚,虚家完蛋了,虚家应该也有一个袁丹靖,不过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说不定那个袁丹靖早已老死,就算是不老死,虚家那个袁丹靖气血溃败怕也无法走出原相组的刀锋。 原相组没有看那毁灭掉的长须伤楼,而是看向了虚家的所在。 他没有先去虚家,先来长须伤楼,因为这里是他的家,虚背和毁了这里,还耽误了他就结拜大哥。 洛翠城原家,原本在洛翠城战地上千亩的原家,此刻只有一个十多亩的大院而已。 原家最旺盛的时候,足足有数万多家族子弟,而现在只有数百人罢了。 这数百人都集中在了这个十多亩的大院之中。 至于更多的地方,不是被匡家占了就是被虚家占了,最近连左家也开始占原家的地方。 可以说原家不仅仅是从洛翠城三大家族除名,甚至连落脚的地方都即将被剥夺。 原家家主原孝此刻一脸苍老的坐在家主位置上,原家住邻近以上的修士,几乎全部在这里,加起来也不过才十五人罢了。 就为最高的原陈系,也不过是托繁尽一层。 原孝看了看人丁锡伯的家族成员,叹了口气说道,洛翠城是我原家的根,可是我们不得不离开这个地方了。 没有人说话,因为大家都清楚这是怎么回事,短短数年时间,原家的产业几乎被剥夺完毕。 这也就罢了,原家稍微有些资质的弟子,也都会不明不白地死在外面,或者是失踪不见。 抢走可没有这么容易,你原家的原由灵打伤了我虚家的虚非。 一个通雾的声音响起,随着这个声音,一名男子拎着一人走进了原家一时大厅,同时将手中的这人丢在了地上。 来人大厅里面的人基本上都认识,虚家的外辅职是虚袍。 被虚袍丢在地上的正是原由灵,只不过此刻原由灵浑身伤痕累累,气息奄奄,现在只有一口气了。 原家所有的人都是握紧了拳头,可他们不敢动手。 因为一动手,原家将彻底消失,虚家会将原家杀一个鸡犬不留。 原校深深地吸了口气,虚家七人到了极点,公然撕开护震闯入原家的一时大厅。 而且每次来的借口都是一样,说原家的人打伤了虚家的人。 原有领裁拓卖三层,还是最近一两年晋级上来的。 一个拓卖三层,能打伤虚家什么人? 再说了,原家的人现在敢去虚家闹事。 努力将自己的怒火平息下来,原校这才站了起来,一脸愧疚地说道,这件事是我原家不对,须直视息怒。 说完后,原校这才对地上的原有领呵斥道,你好好待在家里不行,要出去闹事。 看我不打死你,从今天开始,你,家主,我有事报,原有领挣扎着说了几个字,口中雪墨立即溢出,让他无法继续说下去。 好,既然如此,我给你一个分辨的机会。 原校取出一枚丹药弹入原有领的口中。 有了这枚丹药的,原有领的呼吸很快就缓和起来。 他不等稍好,就赶紧爬了起来,急切地说道,向祖大哥回来了,原向祖回来了。 所有的人都是一愣,原向祖几年前失踪后,也没有人去在意。 这些年原家失踪的人还少吗? 更何况原向祖资质测试出来虽然好,可几乎消耗掉了整个原家。 向祖大哥以一己之力,毁掉了长须商楼,杀了须家众多打手,还杀了须备和。 现在应该去虚家老巢了,原有领一口气将这些说完。 他也是急匆匆地回来报信,这才在路上遇见过来的虚袍,虚袍随手中伤他后,还诬告他伤了虚家的人。 什么,原校激动地握紧了拳头,第643章修真心上的毁灭气息,这意味着什么? 固然他的目光看向了一边呆滞的虚袍,然后冷哼一声说道,晨曦,拿下此人,我们去虚家。 家主,万一这是,一名原家长老有些担忧地说了一句。 不过他的话没有说完就被原晨戏打断,我原家还有什么好怕的,当年我们祖上是何等风光,这些年我早就受够了。 无论原有领的话是真是假,我原晨戏这条命就是留在这里,也不打算苟且偷生了。 说完他非常干脆地扑向了还在呆滞中的虚袍。 原晨没有上前,虚袍财助领九层实力,原晨戏足以将对方拿下。 他只是看着刚才那担忧的长老说道,有钱,你觉得有领会在这种事情上欺骗我们。 担忧的长老叫原有钱,他连忙说道,不会,有领不会骗我们,应该是真的向祖回来了。 原晨淡淡说道,那不就成了,向祖杀了虚被合,你以为就算是我们在低调在求饶,原家还会存在吗? 虚家会放过我们吗? 此刻原晨戏已经置住了虚袍,他冷哼一声说道,不要说向祖作下的这些事情,就算是没有做这些事情,你以为虚家会放过我原家? 他们早就打算斩尽杀绝了,只是我们原家实力和虚家相差太远,根本就不能反抗而已。 杀了此人,我们去虚家,原晨毫不犹豫地说道,是,原晨戏一拳轰向了虚袍的眉心,虚袍尽管很想求饶,可他清楚在求饶也是白搭,原家决定破釜沉舟了。 人家连虚被和这个少主都杀了,会饶他这样一个外府之事。 原晨带着一群人来到虚家所在的时候,都被禁住了,短短时间,虚家以化为一片废墟。 虚家家主,虚一晃眉心被劈开,早已死得不能再死了。 虚家十多名托凡镜的长老,无意生涯,全部被劈杀。 相祖,原校激动得上前,他也是托凡一层,可他却看不透原相祖的实力了,很显然原相祖可能是超越了托凡镜,很有可能跨入原丹镜了。 原相祖果然是原家第一天才,可惜的是原家当年没有继续培养下去。 否则的话,原相祖可能早已跨入原丹镜了,还会等到今天。 家主,原相祖一抱拳,他是原家人,对原家他还是很有归属感的。 原家之所以没落,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他消耗掉了太多的修炼资源。 相祖,你是不是跨入了原丹镜? 原晨戏也是激动地问道,原相祖点点头,是的,我已跨入了原丹镜。 好,好,这些年苦了你了。 原校激动地接连说了几个好字, 他可以想象原相祖一个人在外修炼到原丹镜的艰难。 听到原相祖跨入了原丹镜,所有来这里的原家修饰都是激动不已。 屈家何况家都传闻有原丹镜,可大家都没有见过。 而原家的原丹镜,现在就在大家眼前。 不但如此,还灭掉了屈家,哈哈,恭喜相祖到有跨入地镜。 一个哈哈大笑的声音传来,来人原相祖认识,是框家的家主框和彩。 现在是看见他强势灭掉了屈家,心里害怕了,所以不等原家回去,就赶紧来这里见面。 原相祖没有理睬框家,框家对原家的恶没有屈家离开,怎么处理框家,是原家家主的事情,和他毫无关系。 见原相祖没有理睬自己,框和彩不敢有半点不愉快,赶紧又来到了原校面前问候。 原相祖对原校说道,家主,我去祭拜一下我的结拜大哥,这里的事情就交给家主了。 屈家的修炼资源,家主分配就好,也算是我对原家的稀许补偿。 我会在洛翠城留一段时间,有什么事情,直接去我结拜大哥的墓地找我。 说完,原相祖当即告辞,他要去左家寻找左方仪,询问天涯的墓在何处。 当年他没有资格去天涯墓地所在,不过现在,就算是左横琴也不敢对他如何。 长岭村,蓝小布放下了手中浇菜的水瓢,看着远处晨曦和升起的朝阳,内心一片宁静。 七年了,七年时间他的事海和脉络终于恢复。 尽管七年时间,修为没有寸进,可蓝小布偏偏感觉到这段时间他得到了太多太多。 有很多东西,不是依靠修炼就能得到的。 蓝小布尝试着运转了一下长生觉,无穷无尽的灵气席卷过来,蓝小布微微一笑,抬手丢出一堆神经,他的修为迅速开始恢复。 当恐怖的天地规则碾过来的时候,蓝小布脸色一变,这是修真界,如果他不能压制这种天地规则,整个修真界将崩溃。 不仅如此,他也会被这种天地规则碾压为碎片。 咔嚓,蓝小布感受到自己骨骼再次裂开的时候,蓝小布已经被这种可怕的天地规则碾压得几乎无法直起身来,他赶紧尝试着将这种可怕的天地压力转移到宇宙为魔之中。 那恐怖的压力似乎找到了一个宣泄口,蓝小布浑身一松,他暗自后怕。 还好他有宇宙为魔,否则的话,他会被天地规则碾压致死。 当修为降低到真仙境界的时候,蓝小布感觉到天地规则不再对他碾压。 不是不再对他碾压,而是他将那些规则碾压之力转移到宇宙为魔之中,而他在这一界的修为最多只能发挥到真仙之境。 蓝小布知道有一种符路叫着规则符,借助规则符倒是可以将自己的修为规则束缚住。 不过这种规则符很危险,一旦规则符碎裂,那使用规则符的修饰就会被天地规则压制而亡。 将比起来,他的宇宙为魔档次要高得太多了。 无论多浩瀚的天地规则力量碾压过来,他只要将可以压垮他身体的天地规则力量转移到宇宙为魔之中就可以了。 去了一口气,蓝小布缓缓地伸展出自己的神念。 一个真仙的神念虽然还不足以覆盖这个星球,却可以感受到这个星球部分气息和存在。 当蓝小布的神念落在轮回锅上的时候,他心里一跳。 他居然感受到了一股毁灭的气息,这股毁灭的气息甚至可以瞬间就将整个星球都撕裂成为碎片。 难道是他带过来的毁灭道运?蓝小布心里不安起来,他落在这个星球上, 这个星球救了他,如果最后还因为他的原因,将这个星球毁掉了,那他一辈子也不会安心的。 赶紧要带走这一道毁灭气息,蓝小布的神念仔细地渗透,很快他就觉察到,这一股毁灭气息和大毁灭树的毁灭气息不同。 可蓝小布并没有因为这一道毁灭气息和大毁灭树不同有半点开心,他感觉出来了,这一股可怕的毁灭气息比大毁灭树要强悍无数倍都不止。 这有些像他见识过的亮节,一想到亮节,蓝小布整个人都不好了。 如果真的是有亮节落下来,哪怕他是天神静了,这种亮节他也无法阻拦。 而这一股可怕的气息,蓝小布感觉比曾经他转移的那神界亮节还要强悍无数倍。 这怎么可能,这是修真界啊,难道又有神界的修士将亮节转移过来? 可一个修真星球有这种可怕的毁灭亮节气息在,为什么这个修真界还安然无恙? 蓝小布百思不得其解,不管是什么原因,蓝小布觉得自己都必须要去看一下,如果可以的话,他要带走这一道可怕的毁灭气息。 绝不能让这一道毁灭气息留在这个修真界。 尽管没有任何丹药,但有蓝小布在身边,七年多时间左婉音就跨入了圆丹静五层。 左婉音虽然没有灵根,却是修真世家出身。 他很清楚自己在短短数年时间就跨入圆丹静五层是什么概念,他更清楚自己开辟出来了107条灵脉是什么概念。 他父亲资质也不算差,数十年时间,也才修炼到脱繁静而已。 至于灵脉,只是开辟出来了79条,这还算是非常不错的了。 而灵脉开辟,每多一条,难度就会提升近倍。 就凭借这些,左婉音就知道他修炼的功法是多非同小可。 不仅如此,他夫君对修炼的理解有多强悍。 在他开辟出来107条灵脉后,夫君还想要为他开辟第108条灵脉。 只是夫君没有修为,无法帮到他而已,不过对他来说,107条灵脉,他非常满意了。 有一句话叫着知足常乐,他只希望快点提升自己的实力。 事实上连蓝小布都不知道,左婉音的心态让他活了下来。 如果蓝小布要强行为左婉音开辟第108条灵脉,就算是蓝小布修为还在,也办不到。 因为长生觉不是左婉音创造的,他根本就没有资格开辟世界落。 若不是蓝小布要坚持留在这里,左婉音早已带着蓝小布离开了长领村。 可是今天,左婉音在修炼长生觉的时候,忽然感觉到无穷无尽的恐怖灵气席卷过来。 这些灵气不但档次极高,甚至还可以帮他洗水壮大时海河丹田。 这让他感觉到,就算是不修炼,他的修为也能快速提升。 第644章来到修真心的圣人,只是短短时间左婉音的修为就冲破了圆丹五层进入了到了圆丹六层,按照道理说小境界晋级后,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稳固,然后继续晋级下一个层次。 可左婉音就感觉周围空间的那灵气就如风了一般,几乎要将它撕成碎片。 这个时候,他唯一能做的只是疯狂运转长生觉,去将这些灵源消耗掉。 好在他还有107条灵落,长生觉运转之下,修为再次冲破圆丹七层,然后是圆丹八层。 最开始的时候,左婉音还在惊喜,到了后面,他已经是恐惧了。 这样下去,他会被这种可怕的灵气冲垮。 蓝小布收回神念的时候,就感觉到不对劲了。 左婉音修炼的房间,灵气混乱,不对,应该是有神灵气在其中。 蓝小布立即就知道不好,左婉音一直在灵气匮乏的地方修炼,之所以修炼得这么快,是因为他在身边。 眼下有如此浓郁的神灵气席卷过来,谁能承受住。 神灵气比灵气不知道要强了多少层次,左婉音说不定会废掉。 讲到这里,蓝小布随手将所有的神经收起,快步进入左婉音修炼的房间。 唯有了神经提供神源,左婉音吸收的灵气瞬间弱了下来。 满头大汉的左婉音也是虚了口气,终于控制住了周天行宫,然后停了下来。 夫君,刚才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身体就好像不受控制一般,那吸收过来的灵气都要将我撑爆了。 左婉音后怕的说道,对不起,是我的缘故,我拿出来了一些东西,让你修炼失控。 不过也是好事,你现在圆单十二层了。 蓝小布歉意的说道,左婉音点点头,从蓝小布叫他修炼以来,他每一个境界都是十二层。 圆单十二层,那就意味着他即将跨入真弧境。 至于是不是能跨入真弧境,或者是需要什么担药,左婉音从来都不去考虑。 因为他修炼到现在,还从未借助过丹药突破瓶颈的。 不对,左婉音似乎明白了什么,惊异地看着蓝小布,夫君,你已经好了。 你的是海和经脉,他现在算是知道了,蓝小布手指上的戒指是储物戒指。 刚才蓝小布说拿出了一些东西,那肯定是从储物戒指中拿出来的啊。 在这个小山村拿出能影响他修炼的东西,只有可能是蓝小布自己带来的。 如果是海不好的话,怎么从储物戒指盒中拿出东西来。 蓝小布点点头,是的,我基本上愈合了,不过现在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我要去做一些事情。 嗯,夫君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昨晚音立即说道,说完后他又问道,你原来是什么修为? 地界还是天界,在真虚大陆,修为层次为人界三重天,地界三重天和天界三重天。 拓麦,祝林和托凡都是属于人界。 昨晚音现在是原单境,算是地界的第一重天。 在昨晚音看来,蓝小布懂得如此之多,什么问题都难不倒他,很有可能是天界三重天境界。 若不是知道真虚大陆天界三重天的修士极少,蓝小布看起来年龄似乎也并不大,他都肯定蓝小布是天界三重天的修士了。 蓝小布略一犹豫就说道,我不是地界也不是天界。 夫君你的实力还没有恢复吗? 昨晚音肯定蓝小布不会是人界修士,否则怎么可能懂得如此之多,甚至还有储物戒指。 蓝小布点头,的确是无法全力出手,所以这次去做的事情还有些危险。 等到了再说吧。 蓝小布自己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向左晚音解释,说他是天神境修士。 还是等左晚音的修为稳固下来后再说吧。 这个消息对左晚音来说,太过骇人听闻,估计一时间都无法解释清楚。 以后有的是时间,他走的时候,不会将左晚音留在这个地方的。 别人没有办法带人离开修正界,但他却是有办法。 这枚戒指你戴着,里面有修炼资源。 蓝小布取出一枚戒指递给左晚音。 左晚音下意识地接过来,随即就发现蓝小布手中的戒指并不是这一枚。 他震惊地看着蓝小布。 储物戒指在洛翠城还是很稀少的,他父亲就有一枚。 却没想到,夫君身上还不止一枚储物戒指。 我们走吧,还有之前你修为进度太快,这段时间你不要修炼了。 蓝小布随手寄出了一件下品飞行仙器,他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那个有毁灭到运的位置。 无论如何,他也不能让这毁灭气息影响到真虚大陆。 夫君,我想要先去一趟洛翠城,我爹留了一件东西给我,我要带着。 左晚音说道,蓝小布点点头,你不说我也要过去一趟。 左方移这种垃圾,蓝小布是不会让其继续活下去的。 原相组回来以雷霆手段灭掉了虚家,然后框家上门道歉,并且赔偿了拿走原家的双倍东西。 现在的洛翠城,只有一家独大,那就是原家。 除了原家之外,第二家不是框家,而是左家。 左家的座主人左方移和原相组是朋友,不但是朋友,而且还算是亲戚。 因为原相组的结拜大哥和左方移的妹妹结为了夫妻。 左方移最近很是春风得意,虚家被灭掉,框家是威。 他是第二受益人,可惜的是原家太大了点,还出了一个强人原相组,他无法吞掉。 还有一个就是,他没有灵根不能修炼,没有灵根,也许这是左方移最痛苦的事情。 当你有了修炼资源和地位,还是源源不断的修炼资源,结果却没有灵根去修炼,有什么比这更痛苦的? 左家大院现在扩大了十倍都不止,若不是位置还在原来的地方,左婉英甚至都找不到左家了。 大,大,大小姐,守卫在左家门口的护卫看见左婉英走过来的时候,他还差点以为自己的眼睛花了。 不过当他确认是大小姐的时候,整个人都颤抖起来,要不是光天化日之下,他说不定都要尖叫出声。 大小姐死了,他亲眼见到的,现在大小姐出现在他的面前,这是什么意思? 左婉英对守卫点了点头,然后走进了左家院门。 守卫看着走进去的左婉英和蓝小布,整个人都僵硬了。 蓝小布他也见过,不就是和大小姐配英魂的那个天涯吗? 前几天员向祖还回来说了,要去祭拜他的天涯大哥。 左家宾客厅,左方怡正和一名女子说着话,看左方怡皱眉的样子,似乎有什么难事情。 偏偏在这个时候,两人走进了宾客厅。 好大的胆子,谁让你进来的,左方怡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好像被掐住了脖子一般,声音戛然而止,惊骇不已地盯着进来的两个人。 不就是左婉英和天涯吗?这两人是他亲眼看见左横琴送入牧师内的,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婉英,左方怡呼地站起,语气都带着颤抖的声音。 左方怡,是不是没有想到我没有死掉? 呵呵,我父亲如果知道你给他亲生女儿下毒,他肯定后悔当初将你这条白眼狼救回来。 左婉英冷冷地说道,你没死,左方怡在知道左婉英没有死后,说话的声音也变得正常起来。 左横琴的目视,左婉英没有死自己出来也是有可能的。 只是随即他就想到了和左婉英一起来的天涯,天涯怎么也活了。 你是婉英,和左方怡坐在一起的那名女子听到左婉英的话后,也是惊意不已地站了起来,随即他就明白了什么一般,盯着左方怡说道, 难怪你表面上着急,内心半点也不着急了,原来婉英是你害死的。 你父亲实力强,你没有办法害吧,否则你是不是连你父亲也要害死? 可惜,聪明人都是活不久,不管你是怎么活的,今天之后我就不相信你还能再活下来。 随着左方怡的声音落下,几道人影就冲了进来。 短短数天时间,左方怡身边的托凡进修士已有了五人。 将他们拿下来再说,左方怡冷哼了一声,那五名托凡进修士冲向了左婉英。 左婉英抬手批出五道任盲,他没有打算杀这五个人,这五道任盲只是让这几人重伤而已。 不过他任盲批出后,这五个人就好像中了鞋一般,在原地动也不动。 五道任盲不偏不斜地欺辱五人的眉心,五人立即弃绝。 左方怡呆滞地看着地上躺着的五名托凡进,好怡才干涩地说道,你,可以修炼了。 肯定是无灵盘,左横琴果然将无灵盘给了左婉英,左婉英不但借助无灵盘可以修炼了,实力还如此之高。 对,一定要请原相祖过来,只有原相祖才可以救他。 左方怡立即捏碎了原相祖给他的玉符,他心里渴望原相祖立即就可以赶到。 真虚大炉之外,一名身穿黄衣,头戴神云巾的男子虚空而立,他眼里充满了喜悦和渴望。 到了,这里就是真心吗?果然有一道量节道运。 好,很好,无论你是谁,怎么夺走我大毁灭树的,我望伦也会让你知道,大毁灭树在我毁灭圣人手中,才是大毁灭树,在你的手中,连垃圾都不是。 黄衣男子握紧拳头,哪怕他是圣人,语气也有些激动。 有了灭食亮节的道运,他的大毁灭树才是第一大神通树,谁能拿他如何? 第645章 吴灵盘 谁感动我袁相祖的朋友,一声怒吓传来,跟着袁相祖已经出现在了宾客店门口。 左方一急切地说道,这两人是一荣过来的,相祖赶紧杀了他们。 之前他一心想要求袁相祖救命,等袁相祖过来,他才想明白,眼前这个男子是袁相祖的结拜大哥,可现在让袁相祖走已经来不及了。 再说,除了袁相祖之外,也没有第二个人能救他。 袁相祖却呆滞地看着蓝小布,你是天涯大哥。 你怎么会,袁相祖是一个袁丹静修士,他自然是一眼就看出来了蓝小布没有易容。 我夫君其实不叫天涯,他并没有陨落,在墓中还救了我。 左婉音说道,袁相祖这才看见左婉音,虽然是短短时间,他也明白了过来,赶紧上前攻身衣礼,向祖见过大哥。 蓝小布看着眼前的袁相祖微微皱眉,缓声说道,你用了我的血液修炼。 袁相祖一听蓝小布这话,哪里还不知道自己猜测完全正确,他赶紧说道,之前我以为大哥已陨落,想到我没有能及时救回大哥,所以就和大哥结拜。 也想让大哥一个人不太孤单,听到袁相祖将和自己结拜,然后送自己和昨晚因成婚的事情说出来,蓝小布倒是点点头,这个袁相祖还算是不错。 学业给他修炼,也算是有些价值,左方已只是没有灵根,若是论其小聪明,他可不会比任何人差。 在听了蓝小布和袁相祖的对话后,他彻底明白了,为什么袁相祖在这几年修炼速度如此迅速。 这一刻他只有后悔,后悔自己没有将蓝小布的血液放淡了,拿来慢慢修炼。 对不起,天涯大哥,我有些高攀了,袁相祖解释完后,有些惶恐不安地说道,蓝小布的血液都如此强大,可以想象蓝小布根本就不是什么猎户和寻常凡人,而是一个极致强者。 蓝小布拍了拍袁相祖的肩膀,如果不是你相救,也许我早被野兽吞了,我还没谢你的救命之恩。 还有我不叫天涯,我本名蓝小布,既然结拜了,那我们就是兄弟,不存在什么高攀不高攀。 我没有修炼之前,也是一个寻常之人,你现在一边看着,这个人渣用毒暗算了婉音,只是为了左家这点可怜的家产,呵呵,真是可笑。 什么,婉音是你暗算的?原相祖瞪大眼睛盯着左芳怡,她忽然感觉到自己就是一个小丑。 居然将这样一个人当成她最好的朋友,还屡次来维护。 她就是一个人渣,之前和左芳怡说话的那名女子不屑说道,亏我还来找她帮忙。 婉音,我错了,左芳怡立即就明白了自己的处境,现在能救她的只有左婉音。 这火焰丢了过去。下一刻左芳怡在这火焰之下,就化为了飞灰。 左芳怡神情有些落寞,左芳怡从小就在左家,什么事情看起来都比较得体,没想到却隐藏得如此之深,果然是人不可貌相。 锦兰大哥舅舅婉音的父亲,在左芳怡被杀后,那名之前和左芳怡说话的女子立即上前恳求道,我父亲怎么了,原本还在感伤的左婉音听到这话,脸色立即就变了,急切地问道。 他被真虚公的人抓了,女子急切地说道,真虚公,左芳怡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 原相组连忙说道,真虚公的前身是真心第一宗门新地山,真心出世,被莫前被救了后就改名为真虚大陆了。 这个时候新地山已不存在,后来新地山性存者在原址上建立了真虚公。 可以说真虚公,现在是整个真虚大陆的第一宗门。 你怎么知道,懒小不疑惑地看着原相组,原相组叹了口气,因为我的祖先是原正一,他和莫前辈是非常好的朋友。 当年浩瀚宇宙出现灭石两劫,莫前辈以一道道则和一剑至保护住了即将崩溃的真心。 据我祖上留下来的话语,等两劫过去后,他会和莫前辈一起回到真心,也就是真虚大陆。 可事实上,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了消息。 原本渐渐模糊的概念,这一刻在懒小不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 他猜测的没有错,这个地方的确是有一道亮节道运。 没想到这一道毁灭的亮节道运,还来自面试亮节,这简直太可怕了。 更可怕的还有那个莫前辈,一己之力用一件法宝和一道道刀则阻拦,甚至封印了这一道可以灭掉真心的面试亮节道运,有多强悍。 将祖,你祖上又是如何知道这件事,是如何告诉你们的。 蓝小步继续询问,原相祖解释道,据我祖上留言,我祖上以武成圣,他离开真心的时候,在真心留下过一件宝物。 宝物中有他的魂念印记,他就是通过这印记告诉我们的。 可以说,整个真虚大陆,没有谁比我原家更清楚这件事了。 这也是为什么落脆成如此没落,我原家依然是一直留在这里。 因为这里是墨前辈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原来是一个郡国。 那件法宝是什么你知道不? 蓝小步可以想到,能陪陈一道道则护住一个修真心求的法宝,那绝对不是什么寻常东西。 其实这件法宝就在婉英姐家中,叫无灵盘。 原相祖看向了左婉英,啊,左婉英一惊,他回来其实也是拿无灵盘的,没想到这件法宝的来历还如此之大。 原相祖说道,这件法宝被左家拿到后,我原家一直都很担心,担心真虚大陆会因为没有法宝护住突然毁掉。 不过许多年过去,真虚大陆也没有什么事情,我们也慢慢地放下心来。 还有一件事他没有说,那就是万一真虚大陆出了什么事情,他们原家第一时间就可以从左家将无灵盘拿走,看看能不能继续镇压真虚大陆的量节道运。 蓝小步暗叹,这件事左家做得可真不咋地。 虽然不知道左家是如何拿到无灵盘的,但将无灵盘拿走,对真虚大陆也不是什么好事。 原相祖继续说道,这无灵盘非常珍贵,传闻是墨前辈炼制的。 墨前辈就是没有灵根之人,所以这无灵盘专门给没有灵根的人修炼,而且还能修炼到非常强的地步。 没有用的,我之前用无灵盘修炼过。 左婉音说道,原相祖说道,无灵盘的使用是有方法的,不是随便一个凡人拿去就可以修炼,具体的我也不是非常清楚。 此时一直没有说话的那名求救女子再次上前说道,蓝大哥,袁大哥,婉音。 婉音的父亲被真虚公带走,就是因为无灵盘的事情。 你是何人,至于婉音父亲被带走的事情,你慢慢说来。 蓝小布看着这名女子,这女子嗡了一声说道,我叫丽田和,是婉音的父亲救了我,并且生我为弟子。 我师父为了突破袁丹镜,所以想要去星空战场看看,结果却被人察觉了无灵盘。 我师父在知道不妙后,立即让我离开,他自己被人抓走了。 我才拖脉镜,没有办法救师父,只能来洛翠城左家寻求帮忙。 蓝小布只能感应到这里有蔑视量节道运,知道蔑视量节道运大致的方位。 却并不肯定自己就能捕捉到蔑视量节道运,并且在化解蔑视量节道运后对真虚大陆不影响。 现在听说无灵盘还是镇压蔑视量节道运的法宝,蓝小布立即就想到要拿到无灵盘。 只有拿到无灵盘,才有机会在不损真虚大陆一草一木的情况下,弄走蔑视量节道运。 讲到这里,蓝小布对立田和说道,你将方位告诉我,我们现在就过去。 是,立田和没有半点犹豫,就从储物袋里面拿出一枚玉剪地给蓝小布。 大哥,我能不能和你一起过去? 袁相祖心里立即就活络起来,他这个结拜大哥绝非常人,若是能跟在大哥一起,他的修为肯定会直线飙升,说不定进度比现在都快。 蓝小布点点头,当然可以,以你现在的修为,留在这个地方已没有任何用处了。 多谢大哥,我回去拿一点东西,一会就来。 袁相祖心喜叫道,随后迅速离开,蓝小布见昨晚因急切地向立田和询问着他父亲的一些事情,索性走出了房间。 追手在虚空抓了一下,那被丢在雷雾森林外围的轮回锅再次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袁相祖去得快,回来得也快,他手中拿着一方石印,一见到蓝小布,他就将手中的石印递给蓝小布。 大哥,这是我祖上留下来的法宝,里面由我祖上一丝念记。 欢请大哥留下,将来如果大哥可以见到我祖上,告诉我祖上我原家一切都好,不会辜负他的期望。 还有就是真虚大陆一切都好,让他不用担心。 在袁相祖想来,蓝小布的修为恐怕已经要破碎虚空了,否则的话不可能仅仅一点血就让他开辟出102条陵落,短短数年时间就来到了袁丹境。 不仅仅是他,他感觉昨晚因这个没有灵根的人,修为似乎比他还要高了。 这是寻常人可以帮到的吗? 好,你放心吧。 蓝小布收起了这一方石印,袁相祖的祖上是一个以武入道的圣人,实力必定是惊人无比,而他得罪的圣人也不是一个两个。 无论是清行圣人,大梦圣人,鬼灭圣人,都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对付的,多认识几个强大的朋友终究不是坏事。 第646章打到真虚公,真虚公,真虚大陆第一宗门,传闻整个真虚大陆唯一的一名帝先强者,就在真虚公。 不仅如此,真虚公的公主胡玉雄,已经是人仙人满境界,按不要跨入帝先的存在。 比起大多数连一个人仙都没有的宗门,真虚公的确是算得上庞然大悟。 此刻在真虚公第一意识大殿中,真虚公几乎所有的强者都坐在这里了。 除了公主胡玉雄之外,还有真虚公的第一强者丁全传,这是真虚公的太上长老,可不仅仅是帝先,听说兄伟已到帝先后期境界。 除此之外,真虚公其余五名人仙强者,无一例外的全部在这个地方。 六个人仙加上一个地仙,这实力几乎可以横扫整个真虚大路。 在这七人面前,摆放着的却是一个刻满了各种纹路的蛋金圆盘。 传闻这无灵盘是可以让没有灵根的人修炼,甚至可以开辟出一百多条灵落来,但拿在手中似乎没有半点奇特之处,传言似乎有不识的地方。 说话的是一名人仙长老,真虚公其名强者研究这个无灵盘好几天了,都没有研究各所以然来。 太上长老,按照你获得的信息,你觉得这是不是假的? 公主胡玉雄也有些怀疑,无灵盘的传闻有些不实。 丁拳传摇头,不是假的,根据我对那座横情缩魂得到的消息,他的确是不知道如何使用无灵盘。 在他的记忆中,他唯一的女儿就是没有灵根,他用了多次无灵盘,也没有办法让他女儿开辟凌落。 不过无灵盘的来历非常的不简单,严格说来,并不是在真虚大陆内部得到的,而是所加先祖在真虚大陆外围获得。 我怀疑这无灵盘很有可能是互助真心的至宝。 难道是,胡玉雄精一说道,只是他并没有将一句话说出来。 丁拳传似乎知道胡玉雄的意思般,点了点头说道,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恐怕无灵盘的确是出自那位的手笔。 可见这件宝物的不简单,我让人将那座横情带来继续询问一下。 胡玉雄立即说道,丁拳传摇头,没有用了,那座横情连缘单径都没有到,是还比较脆弱。 我松魂后左横情的事还彻底崩溃,早已隐了。 左横情隐了,胡玉雄一惊,不过却没有继续说话,公主可是有些担心。 丁拳传微微一笑说道,胡玉雄点点头,左家虽然没落了,不过来历太大,当年左韶尹可是真心第一人。 我担心,不但是胡玉雄担心,在这里的另外几名人仙修士都露出了担忧的神情。 左家可不是一般人家,一般人家能拿到无灵盘这种宝物。 一旦左家的仙人回来了,那他们只有死路一条。 丁拳传哈哈一笑,大家根本就不用担心,根据我松魂得到的消息, 左家这些年开始没落,不仅仅是在落翠城的,就是大雀修真城的左家,也是被人欺压得抬不起头来。 左韶赢在墙,也不知道距离真虚大陆多少个位面了,根本无需在意。 退一步来说,就算是左家仙人回来了,我真虚公的前身还是新地山呢。 新地山有更多的强者在外面,怕什么? 如果按照这个推断,这无灵盘本来就应该属于我真虚公的。 胡玉雄点点头,既然如此,那索性去将大雀修真城的左家连根拔起了吧。 大雀修真城虽然距离真虚公还比较远,不过对蓝小布来说,只要还在真虚大陆范围之内,都没有几步路。 之所以来到大雀修真城,是因为蓝小布希望左婉英几人在大雀修真城的左家等他。 他这次去拿了无灵盘后,立即就会去看看面试亮节道运,若是有把握弄走的话, 那他就去动手。 若是没有把握,那他还要回去搬救兵。 对蓝小布来说,救兵只有一个,那就是摩西圣人秦旭希。 夫君,要不让田和姐陪你一起去吧,至少田和姐知道一些情况。 鸡人走进大雀修真城的时候,左婉英有些不大放心地说道, 他并不清楚蓝小布的具体实力,不过蓝小布说他和原相组的修为去了也帮不到什么忙,那说明蓝小布的实力肯定比他要高很多。 蓝小布摆摆手,他却一样帮不了什么忙,只要知道人在真虚功就行了。 你们几个就留在左家修炼,等我办完事情回来。 我想,最多不会超过一个月时间,说完蓝小布取出两枚戒指分别递给原相组合力填和, 这两枚戒指你们留着,里面有一些修炼资源。 至于什么不懂的,等我回来后可以问我。 事实上向蓝小布请教修炼上的问题,也只有这一次的机会。 对蓝小布来说,等他回来后,肯定是解决了面试亮节到运的问题,他要带着昨晚英离开真虚大陆了。 啊,空间戒指,这太贵重了,原相组急忙推辞,他一边还小心地看着周围。 他原家现在也没有储物戒指,小布大哥拿出一枚戒指,他哪里敢收? 蓝小布拍了拍原相组,等你修为提升了,这些就不贵重了。 左家就在前面,我就不去了,你们就留在这里等我。 尽管是在大街上给的戒指,蓝小布早已屏蔽了别人的感官,所以原相组的担心是多余的。 夫君,你早去早回,昨晚英心里其实是想要和蓝小布一起去的,只是蓝小布说让他在这里等着,他就没有提。 蓝小布刚转身,忽然再次转过头来看向了左家的大院,皱起了眉头,随即蓝小布忽然一步跨了出去。 看蓝小布冲向左家的院落群,左婉英和原相组等人赶紧跟了上来。 一推开院门,一股血腥气息就扑面而来,院落地上至少躺着十多具尸体。 而在这十多具尸体后面,是一群脸色发白的男女。 这一群男女修为最高的是原单一层,更多的是一些透脉镜。 真须公通击罪犯,滚,看见蓝小布进来,一鸣圆球一般的男子立合一声。 虽然他在叫蓝小布滚,可是沙士却锁住了蓝小布。 看他的架势,似乎在一个个地逼问左家人什么事情。 大伯,这是,左婉英等人也冲进了大院,看见一地的尸体,左婉英脸色苍白地问道。 他看见了自己的大伯左横天,只是大伯眼里全是惊恐。 婉英,你不是以,左横天只是说了几个字,就知道现在不是询问这些的时候。 他吸了口气说道,他说是真须公来的,说我左家和妖兽勾结,想要颠覆真须大陆,呵呵,左家修为最高的一个人也不过是真胡静,现在还被杀了。 这种实力,怎么去颠覆真须大陆,你是真须公的? 蓝小布看着眼前这圆球一样的男子问了一句。 这男子眼里却是惊恐无比,明明他要抓蓝小布,却动也无法动弹。 就算是真须公的太上长老,也无法让他这个真神静强者无法动弹啊。 是,是,这圆球男子感觉到牙齿总是不由自主地撞击在一起,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完了。 蓝小布说道,前面带路,去真须公。 是,是,圆球男子又是说了两个字,这时候他发现自己又是可以动了。 他却不敢逃走,而是小心地从蓝小布身前走过,前辈,我带路,带路,蓝小布回头对左婉音说道,你们就在这里等我,我处理完事情后,就过来。 对蓝小布来说,真须公这种地方就是面团,随意拍一巴掌就好。 他更重要的事情是拿到无灵盘后,去寻找面试亮节到运。 夫君,你小心一些,左婉音连忙说了一句,蓝小布已带着这圆球男子离开左家大院远去了。 婉音,他,蓝小布走了好一会后,左横天这才醒悟过来,赶紧询问。 他心里有些紧张,如果那个带着真须公真神静止是顾其离开的人真的是婉音的夫君,那左家不会担心灭亡了。 大伯,他叫蓝小布,是我的夫君。 左婉音回答了一句后,就没有了说话的心情。 他心里现在很是担忧,真须公的人都打到大雀修真诚的左家来了,他父亲还会好吗? 真须公的意识大殿中,七名强者依然在研究无灵盘。 这种顶级宝物到手了,却不知道怎么用,那简直是抱舔天物。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颤抖的声音传来,前辈,这里就是了,胡玉雄一皱眉,立即说道,顾其,你在搞什么。 大雀修真诚的事情,胡玉雄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看见太上长老丁拳传战了起来,不仅如此,他还抓出了自己的法宝洛魂笛。 不用询问太上长老,所有的人都看清楚了。 一名年轻男子走了进来,他手中拎着的正是他们派到大雀修真诚灭掉左家的顾其。 道有这是什么意思? 胡玉雄盯着蓝小布,没有直接动手。 对方拎着一个真神静强者进来,面对他们一个地仙和六个人仙,没有半点距异,恐怕不是简单之辈。 蓝小布手一丢,顾其跌落在地,随即七孔开始流血, 只是几个呼吸时间,就失去了气息。 拦住他,钉拳船第一个冲出来,挡住了蓝小布的后路,他担心蓝小布会逃走。 真虚大怒,没有人能在他钉拳船和六名人仙的眼皮底下逃走。 第647章 真虚公公主蓝小布 蓝小布自然施压根就没有想过要逃走,他的目光落在了无灵盘上。 呵呵,真有种啊,看见蓝小布竟然还盯着无灵盘, 钉拳船呵呵一笑,抬手就抓向了蓝小布的头顶。 蓝小布缓步走向无灵盘,同时一拳轰了回去。 至于钉拳船的那一爪,他似乎完全没有在意。 钉拳船眼里带着讥讽,在他眼里,蓝小布最多是一个人仙出七。 在真虚大陆,就算是帝先后期也没有人敢这样不看他,然后反手一拳的。 事实上,整个真虚大陆,帝先也只有他一个,不要说帝先后期了。 狂人他见得多了,和蓝小布这样的狂人,他还是第一次看见。 可下一刻,他就感觉到不对劲了,深周的空间怎么好像顿制起来了。 不对,这空间,空间不仅仅是顿制住了,甚至都凝固住了。 钉拳船眼里闪过惊恐,这一刻在他的世界中,只有一样东西还在动,那就是蓝小布的拳头。 不对,应该是蓝小布往前走,他的拳势却笼罩住了他。 就算是白痴也知道,蓝小布掌控了这一方空间的天地规则,这是什么修为境界。 钉拳船不是白痴,他已清楚地知道,蓝小布绝对不是修真界的修士。 修真界的修士就算是修炼到地先圆满,也无法掌控这里的空间。 哪怕接触到空间规则,也只能利用空间而已,却不是和眼前这人一般,直接掌控了空间。 砰,钉拳船就感觉到一个巨大的铁锤轰在自己的丹田之上,他的丹田碎裂,然而这不是结束,跟着他的凌落寸寸断裂,然后他的事还开始破碎。 让旁观者震撼和感觉到诡异的是,他们明明看见蓝小布的拳势轰在了太上长老钉拳船的身上,也轰中了钉拳船,钉拳船却是直直地跌落在地,并没有被轰飞出去。 尖血合着五脏从丁拳船的口中涌出,丁拳船躺在地上如动着,却无法发出半点声音。 此刻蓝小布恰好走到了无灵盘的旁边,将无灵盘拿了起来。 大殿中如此一般的寂静,没有人敢再对蓝小布动手,也没有人敢说话。 这一刻,所有的人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或者已经反应过来,但他们不敢动,丁拳船是整个真虚大陆第一强者,唯一的地先后期修士。 换句话说,这屋子中其余六名人先围攻丁拳船,最后赢的那个人也是丁拳船。 现在丁拳船已帝先后期的实力对眼前的这年轻人动手,说是偷袭都不为过。 人家连头都没有回,只是一拳轰出去,丁拳船就废掉了。 前、前辈、胡玉雄声音有些颤抖,作为真虚公的公主,人先人满的强者,他自然明白眼前这个年轻人恐怕不是这一届的存在。 他现在很后悔,有些放任太上长老了,如果以他的想法,就不要去惹左家的人,现在偏偏就惹上了。 看着站起来的胡玉雄,蓝小布走了过去,胡玉雄赶紧让开。 蓝小布在胡玉雄的座位上坐了下来,然后说道,左横琴呢? 他,他被太上长老,胡玉雄感觉到声音有些不受控制。 蓝小布微微皱眉,神念横扫了出去,真虚公实力还是很惊人的,除了这里的七名强者之外,还有二十多名真神镜强者,虚神镜更多。 他是被太上长老搜魂,然后废掉,太上长老索性杀了他。 一名人先初期的长老忽然站了出来,恭敬地说道,蓝小布的目光落在被他废去的丁拳船身上,这家伙应该就是那个太上长老了。 他心里暗叹,事实上他来这里之前,心里就猜到左横琴兄多极少了。 真虚公如果拿到了无灵盘,肯定会杀掉左横琴的,事实上也是如此。 既然如此,那你们就一起去轮回吧。 蓝小布站了起来,要杀几个人先对他来说实在是不用费半点力气。 前辈,晚辈罗千枪,是新帝山第十位新主罗宇臣的后人。 新帝山曾经是守护真虚大陆的宗门,是整个大陆的守护神。 而新帝山被毁后,现在的真虚公,已经是乌烟瘴气。 我一个人实力有限,只能渴望着将来有一天能再次就任公主,将真虚公废掉,重启新帝山。 说话的正是那名人先初期的长老,蓝小布的目光落在这长老身上,这家伙是知道自己要陨落了,然后摆口。 罗千枪再次一公身,前辈,晚辈句句是真。 至于真虚公做的一切事情,我从未支持过。 不仅如此,我从未和他们一起作恶过,只是我能力有限,无法阻止而已。 因为我是人先,还想着掌控真虚公,所以不得不参加他们所有的义势。 我罗千枪以雪发誓,我如有半句谎言,雷洁心魔身亡,永世不得轮回。 说完这句话,罗千枪喷出一道雪剑,然后以雪剑凝练出了一个虚空符文。 符文消失后,罗千枪已经虚弱地坐在地上。 蓝小布点点头,说起来,左横琴算是我的岳父。 既然你如此发誓,那我姑且相信你一回。 听到蓝小布的话,胡玉雄眼里闪过绝望,都杀了人家的岳父,还能活下来才是怪事。 蓝小布抬手挥出,六团火焰瞬间裹住了除了罗千枪之外的其余六人,包括丁拳传和胡玉雄在内的六人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就彻底化为了飞灰。 人先帝先什么的,在蓝小布面前连一个凡人也够不上。 罗千枪暗叹一声,按照他的想法,他很想留下一两名人先帮忙,重振新地山。 可这话他实在是不敢说了,惹怒了眼前这个主,说不定连他的小命也会被收割走,不要说重振新地山了。 不过罗千枪很快就握紧了拳头,这是一个绝佳机会。 他一定要趁着这个机会,重开新地山,让真须大陆再次恢复秩序。 蓝小布正想说几句话的时候,忽然脸色一变,他竟然感受到了一种可怕的气息。 哪怕这气息被压制住了,他一样能感觉到出来,这是圣人气息。 有圣人来到真须大陆了,这怎么可能,如果是不怀好意的圣人,只要吹口气,说不定就可以毁灭整个真须大陆。 不对,那一道气息还是直奔这个地方,显然是来真虚弓的。 蓝小布立即说道,罗千枪,我恐怕要离开这里一段时间。 如果我短时间没有回来,你帮我带个信到大雀修真诚佐家给我到吕佐婉英,告诉他努力修炼就可以,不用担心我。 是,晚辈明白,罗千枪赶紧攻身失礼,蓝小布再次拿出一个玉瓶给罗千枪说道,这一枚丹药可以让你跨入地仙境,算是给你一点帮助。 多谢前辈,罗千枪没有想到还有这种机缘,他激动地接过丹药,又是恭敬一礼。 蓝小布感受到越来越近的圣人气息,他赶紧匆匆说道,等会有人会找到这里来,你就说我是胡玉雄,是真虚弓的公主。 啊,罗千枪一愣,蓝小布的地位明显比胡玉雄要强太多倍了,为什么要冒充一个胡玉雄?蓝小布没有办法解释,如果可以的话,他现在就一行成胡玉雄,可他真的不敢这样做。 在别人面前一行倒是没有问题,但他一个天神镜修饰在一个圣人面前一行,一旦被揭穿也许反而更不利于他。 罗千枪还没有想明白是什么问题,一名头戏神云金的黄衣男子就站在了大殿门口。 蓝小布来的时候,还有顾其带路,眼前这个人似乎直接虚空跨来,根本就没有任何人带路。 罗千枪愣愣地看着站在门口的人,如果说之前蓝小布的修为他根本就无法感知,只知道深不可测。 眼前这个人给他的感觉就好像浩瀚无边的虚空,不是深不可测了,而是无法触及。 这又是一个绝世强者,甚至比这个年轻男子更强。 罗千枪感觉到浑身发冷,真虚大陆是怎么回事? 这种强者怎么一个个都来到了这里,这里就是这个大陆第一宗门真虚空,黄衣男子冷冷地扫了一脸蓝小布和罗千枪,然后目光落在了坐在公主座位上的蓝小布。 蓝小布好像刚刚看见他一般,呼得站起,一脸震撼地看着黄衣男子,你,你是谁? 怎么来这里的?罗长老,罗千枪已明白了过来,他赶紧上前说道,在。 尽管他上前了,心里更是震撼,蓝小布的胸围变成人先初期了,之前他根本就看不出来蓝小布的实力,现在他清晰地感受到蓝小布是人先初期。 很显然,蓝小布是故意将自己的胸围控制在人先初期的。 呵呵,不用去叫人,你先坐下再说。 黄衣男子一挥手,蓝小布就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力量涌来,他再次坐了下来。 此刻蓝小布眼里全是惊骇,脸色苍白,似乎感受到了这个黄衣男子的强大。 前辈,晚辈真虚宫的公主胡玉雄,不知道前辈来这里有什么吩咐,蓝小布似乎总算是反应了过来,语气惶恐不安。 他心里在想着,这个胡玉雄到底是怎么过来的? 是因为真虚宫第一宗门才找到这里,还是因为无灵盘找来的。 黄衣男子不慌不忙地走了几步,四周看了看,这才说道,看样子你这个公主脾气不大小啊,这里刚刚还杀了几个修为不低的人。 第648章战胜人,蓝小布成皇成孔,就连罗牵枪也可以感受到蓝小布的恐惧。 罗牵枪不知道蓝小布是真恐惧,还是假恐惧。 但无论真假,都表明眼前这个人很厉害,不对,你的修为不对,黄衣男子忽然盯着蓝小布。 蓝小布赶紧说道,前辈,我之前受伤,伤势没有痊愈,修为还未彻底恢复。 黄衣男子听到蓝小布的话道也点了点头,蓝小布的确是受过伤。 至于伤势魏玉修为没有恢复,他根本就不在意。 蓝小布修为全部恢复了又如何,这里曾经是真心吧,黄衣男子走向了蓝小布,蓝小布只能让开,他心里感叹一声,不久前他也是这样让胡玉雄让位,现在他沦落到胡玉雄一样的境地,也是要让位给更强的人。 唯一和胡玉雄不同的是,胡玉雄面对自己没有任何抵抗能力。 但蓝小布相信他可以和眼前这个黄衣男子对抗,甚至从容走掉。 因为眼前这个黄衣男子肯定是用了规则服录,压制住了圣人修为。 否则的话,一个圣人肯定无法出现在真虚大陆。 如果是在别的地方,蓝小布早毫不犹豫地动手了。 对方有规则服压制,他怕什么,但这个地方他不得不妥协,一旦动手,无论他是输还是赢,真虚大陆都毁了。 你是真心第一宗门的宗主,有没有听说过灭世亮节的事情? 黄衣男子盯着蓝小布,灭世亮节,蓝小布一脸茫然,似乎第一次听到这四个字。 他心里却失忆成,这人居然是为了灭世亮节道运而来吗? 这灭世亮节道运可是能毁灭一个星球甚至是毁灭一个界域的存在,对方是一个圣人,要这种道运做什么? 当他感觉到黄衣男子有了杀意后,立即就说道,不过我在接真虚公公主之位的时候, 道是知道了真虚大陆被一件宝物护住,说有一道毁灭道运在真虚大陆外围。 一旦这毁灭道运正脱法宝束缚,就会毁掉真虚大陆,前辈说的莫非是这一道毁灭道运? 黄衣男子哈哈一笑,真虚公果然是知道,不错,你带我去看看这一道毁灭道运吧。 蓝小布连忙摇头,前辈,这毁灭道运不能就这样去看。 因为这毁灭道运有一件顶级宝物所住,如果不带这宝物过去,这毁灭道运立即就会爆发,将整个真虚大陆化为虚无。 你知道这是什么宝物?黄衣男子说话兼心里已是有些怀疑了,不过随即想到,小小一个修真星球的蝼蚁,就算欺骗他,那又如何? 他直接搜魂就好了。 是的,这件宝物叫无灵盘,这个无灵盘只有我真虚公的历代公主知道其位置,但却不能动。 一旦动了这无灵盘,真虚大陆就毁了。 我真虚公为真虚大陆守护宗门,每一代宗主都以守护无灵盘为第一要刃,历代传承下来。 也许是说的话比较多了,蓝小布后面的话流畅了许多。 在蓝小布说出无灵盘后,黄衣男子已打算对蓝小布搜魂了。 不过在听到蓝小布最后一句话,每一代宗主都要以守护无灵盘为第一要刃,历代传承下来的时候,他停止了动手的想法。 他担心一代因为搜魂,不小心杀了这个真虚公的公主,万一拿无灵盘的时候会出问题,那就来不及了, 谁能肯定拿无灵盘要不要这个蝼蚁公主的血迹。 反正这个公主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个随手可杀的存在罢了。 就让这蝼蚁带他去拿无灵盘,最后再杀这个蝼蚁也不迟。 很好,你带路吧,我们现在就去拿无灵盘。 黄衣男子淡淡说道,蓝小布松了口气,他不敢说无灵盘里有他拿不到,现在他间接说的话起了作用, 让对方想到要拿无灵盘有可能需要他这个公主亲自过去。 无论对方是不是相信他的话,只要在真虚大陆没有对他搜魂,那就是好事。 黄护法,我不在的时候,真虚公就交给你了。 记住你的信念,不要让真虚大陆的羞世失望。 蓝小布临走之前看着黄千枪说了一句。 是,宗主放心,黄千枪赶紧应道,他心里却是惊骇不已。 他不认为蓝小布说的是假话,被蓝小布杀掉的丁拳传长老就说过, 无灵盘很有可能是护住真虚大陆的至宝。 现在蓝小布的话让这个猜测变得更清晰起来, 无灵盘是镇压一道存在于真虚大陆的毁灭道运。 真虚大陆竟然有一道毁灭道运在外面,一旦这毁灭道运爆发, 整个真虚大陆都会被毁掉,这个消息简直太过惊悚。 黄一男子心里冷笑,真虚大陆,等他拿走这一道灭食亮节道运后, 真虚大陆还有必要存在吗? 他会全部毁掉,鸡犬不留,等这些做完了, 他再去灭掉万鼎圣人品酒空, 最后谁知道他拿走了真心的灭食亮节道运。 看着蓝小布和那黄一男子走出店门, 黄千枪忽然感觉杀了太上长老和公主的那个年轻人 是不是故意引走黄一男子? 否则的话,两人一旦动手, 以他们的实力,方圆百万里说不定都没有生命存在了。 这两人应该都不是修真戒的, 这种实力在真虚大陆动手, 真虚大陆怎么承受得住? 蓝小布很老实地跟在黄一男子身后 来到真虚大陆的星空阵门所在, 蓝小布心里还在懊恼自己之前想得不周到。 他没有和黄千枪说一下, 让黄千枪打个招呼。 否则的话, 这个地方一旦有人堵住他, 那就说明他这个公主是假的了。 可当蓝小布走到了星空阵门所在范围的时候, 发现这里到处都是被杀的尸体。 他就好像到了一个地狱一般, 没有一个活人。 不用惊讶, 这些人是我杀的。 黄一男子淡淡说道, 说完后, 他跨出了星空阵门, 若不是还没有获得灭食量节到运, 他肯定是一巴掌将后面的这个大路毁掉。 蓝小布脸色平静, 他下定决心, 要趁着这个机会将这个黄一垃圾干掉。 圣人, 圣人又如何, 在这个地方一样要受到天地规则压制。 他就不相信这个圣人还有一个宇宙为魔可以转移规则之力。 所以一出真虚大路的星空阵门, 蓝小布就往前急顿。 那黄一男子半点也不在意, 只是跟在蓝小布身后, 他不怕蓝小布走掉。 一个修真心求的修士, 如果能从他望伦的手下逃走, 他这个圣人也太菜了。 很显然, 他就是寻找灭食量节的毁灭圣人望伦。 一连急顿了数天时间, 蓝小布停在了一块陨石之上。 呵呵, 有种, 我就知道你说的话有问题, 还真没有想到你一个小小的人仙蝼蚁也敢将我引到这里来。 看见蓝小布停下来脸上再无半点距异, 望伦被气笑了。 蓝小布一张手, 七阴挤出现在手中, 说吧, 你是什么人。 要来真虚大路杀这么多人, 望伦根本就没有取出法宝的兴趣, 他甚至被着手就这样虚空而立地看着蓝小布, 我就站在这里让你动手, 超越了地心狠了不起吗? 对, 在这个小小的修真星球也算是了不起了。 可惜, 我连手都不用动, 就可以碾压你。 蓝小布根本就不再废话, 七阴挤只是卷起了一道几盲撕裂虚空而至。 同一时间他的修为暴涨, 当一股几乎超越了天神镜的气势轰来的时候, 望伦脸色变了。 就是他, 在这个地方也只能将自己的修为压制到先王的层次。 一旦高了, 哪怕有规则符, 那天地规则的碾压力量他也承受不住。 而对方竟然是一个天神镜, 怎么没有天地规则压制, 恐怖的气息死亡气息席卷过来, 望伦哪里还敢背着双手。 他疯狂提升自己的实力, 只是短短时间, 他的实力就超越了先帝, 来到了预神境界。 哪怕望伦是一个圣人, 实力几乎是站在神界最巅峰的地方, 可在他疯狂提升自己的实力之时, 他依然是无法压制住恐怖的天地规则碾压。 规则符甚至都出现了一道裂纹, 垃圾, 给我去死吧, 长挤的道运气息终于凝炼成了实质, 彻底搅碎虚空, 笼罩住了望伦。 如果不是蓝小布担心大窃割树会让这一方未面受到永久的规则破碎, 他都施展大窃割树了。 望伦终于是一拳轰了出去, 他看见蓝小布嘴角一穴, 头顶青筋毕露, 身体被天地规则压制得几乎崩溃, 这让他确信, 蓝小布也用了规则符。 轰, 其因几天神境的道运力量和望伦的拳头轰在一起, 虚空出现了一道道裂开的漩涡, 这些漩涡不停地撕出虚空黑洞。 整个空间变得极度不稳起来, 这一刻未面似乎要开始坍塌。 蓝小布心里一沉, 他距离真虚大陆足够远了, 没想到还是会影响到。 这种未面坍塌持续下去的话, 必定会让真虚大陆毁掉。 而只要他们继续动手, 真虚大陆就会毁掉。 刚才那一几踏事出来了, 尽管眼前这个圣人压制了自己九成九的实力, 可他依然不是对方的对手。 那种随手就带起的规则力量, 根本就不是他能挡住的。 望伦却松了口气, 尽管他的规则符裂开了。 不过只要还能坚持, 他就可以轻松杀掉蓝小布。 他也看出来了, 蓝小布不是什么圣人, 而是一个修为比他低很多的蝼蚁, 甚至只有天神镜。 最让他激动的是, 蓝小布很有可能没有使用规则符。 没有使用规则符, 却可以在修真界这种低级界域 施展出天神境界的实力, 至少有非常特别的混沌宝物傍身。 第649章 灭世亮节道运之争, 在感受到蓝小布真实实力很低微, 身上还有顶级质宝的时候, 望伦在也顾不得自己的规则符是不是会裂开, 他疯狂扑向了蓝小布, 同时神圆卷起一个巨大的拳印。 基因级也是卷起, 无尽挤盲和望伦的拳印又一次轰在一起。 驱空的黑洞漩涡随着望伦的神圆和动作变得越来越大, 一道可怕的黑洞长河从蓝小布和望伦打斗的地方撕开, 然后随着这种可怕的力量延伸出去。 蓝小布心理一沉, 若是继续和这家伙对抗, 那真的会让真须大陆化为飞灰。 空, 黑洞漩涡似乎撕裂了一个空间, 一道浩瀚无边还带着开天辟地的大道气息, 铺天盖地的渗透出来。 出现在蓝小布和望伦面前的是一条紫色的大道道则, 这一条紫色的大道道则就好像一条长龙一般, 将一道恐怖地毁灭到运果柱。 就连要疯狂干掉蓝小布的望伦看着眼前的这一幕也呆之住了, 他喃喃说道, 面试亮节道运, 鸿蒙道则, 随即他眼里露出疯狂, 几乎是不要命地扑向了那一道可怕的面试亮节道运。 他知道自己的机缘来了, 只要获得了紫色鸿蒙道则和面试亮节道运, 长生界谁能奈何他望伦? 今天之后, 他毁灭圣人要站在长生界之巅。 蓝小布也是呆之住了, 他没有想到面试亮节道运会被一道鸿蒙道则裹住, 封印在真虚大陆外围的浩瀚虚空之中, 甚至被开辟了一个空间锁住。 浩强, 这是谁才可以做到这种大手笔? 不过蓝小布立即就明白, 现在不是感叹的时候, 他绝对不能让眼前这个家伙拿走面试亮节道运和鸿蒙道则。 蓝小布跟着就冲了过去, 随即他就感受到一种恐怖的毁灭道运卷起。 大毁灭术, 如果此刻蓝小布还不知道眼前这个人是谁, 那他就是猪了。 眼前这个家伙就是毁灭圣人望伦, 望伦怎么到了这个地方? 只是念头一转间, 蓝小布就明白过来。 望伦是在知道他的大毁灭术圆卷被人剥夺了, 心里担忧有一天剥夺他大毁灭术圆卷的人用大毁灭术灭了他。 然后他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消息, 在珍虚大陆之外有一道灭食两节道运被封印着, 所以这家伙是来用灭食两节道运提升自己的大毁灭术威力了。 不要说这里还有鸿蒙道则, 就算是没有鸿蒙道则, 蓝小布也绝对不会让毁灭圣人得逞。 不夺望伦大毁灭术卷的就是他蓝小布, 或者说整个浩瀚宇宙会大毁灭术的也许只有他们两个人。 如果望伦的大毁灭术融合了灭食两节道运, 那将来有他蓝小布什么事情? 讲到这里, 蓝小布极为干脆地扑了上去。 望伦这个时候一心要融合灭食两节道运, 抢走鸿蒙道则, 收拾蓝小布已经是后面的事情。 所以他的大毁灭术道运寄出后, 直接裹向了鸿蒙道则。 可是望伦只知道自己是一个圣人, 却不知道他这个圣人和当初那禁锢这一道灭食两节道运的圣人比起来, 差了十万八千里。 讲法是好的, 现实却太过残酷, 大毁灭术道运一寄出, 根本就没有开始融合灭食两节道运, 就失去了控制。 望伦脸色苍白, 他疯狂要控制住大毁灭树道运和那一道灭食两节道运, 可惜无论他施展出多强的神员, 神念覆盖有多拼命, 依然是皮肤汗术一般, 暗点也无法动摇这浩瀚的灭食两节道运爆发。 空, 整个虚空出现了恐怖的黑洞, 无论是废弃星球还是陨石或者是这一方星空, 在这虚空的黑洞之中, 都显得那么渺小。 可怕的毁灭气息持续扩散, 蓝小布脸色苍白, 这样下去, 要不了多久, 整个真虚大陆就会随着这一方星空彻底下消失在这灭食亮节道运的爆发之下。 望轮张口喷出一道雪剑, 他的规则伏撕裂得越来越可怕, 可这个时候他依然不想离开。 可蓝小布不同的是, 真虚大陆是不是毁灭他完全不在意? 他在意的是, 一旦他这次逃了, 那无论是鸿蒙盗则和灭食亮节道运, 都和他望轮毫无关系。 可怕的灭食亮节气息扫过蓝小布, 蓝小布就感觉到浑身骨头都被碾压成为粉末了。 他根本就不顾自己的伤势, 疯狂地施展武行盾术, 冲到了飞快撕裂虚空的灭食亮节道运之前, 同时祭出了无灵盘。 只要传闻是真的, 无灵盘真的是镇压灭食亮节道运的宝物, 那他就有机会阻止这灭食亮节持续毁灭这一方虚空戒狱。 无灵盘被激发, 108道道光就好像108条零落一般, 在虚空之中纵横交错, 将整个虚空拢罩起来。 空, 一道道可怕的灭食道运轰在了无灵盘激发出来的交错道光之中。 可怕的反噬道运传来, 下一刻蓝小布整个人都被轰飞出去, 虚空之中喷出一道道雪剑, 身体更是被不断撕裂出一道道雪口。 不过蓝小布瞬息就再次冲了回来, 他心里狂喜, 因为无灵盘的倒光气息挡住了灭食亮节道运的爆发。 原像祖说的话是真的, 无灵盘真是专门对付灭食亮节道运的宝物。 蓝小布狂喜的同时, 心里还在震撼。 这是哪一个大能? 居然能炼制出这种宝物, 这种实力, 就算是毁灭圣人一百个加起来恐怕都不是人家的对手。 这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力量。 毁灭圣人望伦震撼地看着蓝小布借助无灵盘挡住了灭食亮节继续毁灭虚空, 他心里狂怒, 无灵盘本来就在这小畜生手中, 居然敢和他说寻找无灵盘。 望伦冲向蓝小布, 他看清楚了, 只要得到无灵盘, 他就可以缓慢地将灭食亮节道运融入到他的大毁灭术之中。 要得到无灵盘, 融合灭食亮节道运, 首先要干掉的就是蓝小布。 只是因为望伦之前用大毁灭术道运融合灭食亮节, 激发了灭食亮节道运, 让他受伤不轻。 加上望伦根本就不敢再多施展一点点神缘, 在灭食亮节道运的爆发下, 他冲向蓝小布的速度变得缓慢无比。 蓝小布岂能让望伦冲到面前来。 他疯狂驱动无灵盘, 然后几乎爆发了全部的神缘力量, 在无灵盘的帮助下, 牵引着鸿蒙盗则和灭食亮节道运转向之前被撕裂的虚空黑洞。 灭食亮节的道运爆发被蓝小布的无灵盘阻挡住, 但之前那激发出来的黑洞依然是在毁灭气息和灭食道运气息下持续扩散。 望伦终于明白了蓝小布要做什么, 他更是焦躁, 蓝小布这完全是损人不利己的做法。 让灭食亮节道运挣脱了这一方借欲为灭后, 那会彻底失控。 灭食亮节彻底失控后, 他又没有无灵盘, 用什么去融合自己的大毁灭术。 他知道哪怕自己是一个圣人, 但他的一切威胁在蓝小布眼里都是笑话, 他只能加快速度, 却制住蓝小布再说。 望伦稍微加快了一点速度, 他的规则伏再次被撕裂开。 恐怖的天地规则碾压过来, 望伦心里一阵惶恐不安。 他担心自己随时都会被这种可怕的毁灭到运碾压成为碎渣。 蓝小布终于在无灵盘的帮助下引导着灭食亮节道运河那一道鸿蒙道则冲进了无边黑洞之中。 望伦哪里会放弃到手的灭食亮节, 他毫不犹豫的就跟着冲了进去。 蓝小布自然不会让望伦一个人去炼化灭食亮节, 他抓着无灵盘也跟着冲了出去。 灭食亮节道运一旦被毁灭圣人炼化融合到大毁灭树中, 他蓝小布还混个屁。 再说了, 那里可不是只有灭食亮节道运, 还有一道鸿蒙道则。 这是传闻中的宝物, 居然被他遇见了。 没有了无灵盘的束缚, 面食亮节的面食道运再次汹涌起来, 在鸿蒙道则的结果之下, 面食道运越来越强悍, 不断地撕裂虚空, 然后穿过一个又一个的黑洞。 蓝小布却是松了口气, 至少真虚大陆安全了, 这时候面食道运撕裂黑洞的方位正好和真虚大陆所在的方位相反。 而且现在他们所在的未免应该也不是真虚大陆所在的未免。 感受到越来越可怕的灭食亮节道运爆发气息, 望文心里很清楚, 凭借他现在的能力, 想要彻底压制住灭食亮节道运, 那几乎是不大可能了。 望文完全不顾自己的规则服要不要碎裂, 他再次激发了大毁灭树的道运所住灭食亮节, 拼命地融合灭食亮节道运。 蓝小布则是再次祭出七阴挤, 狂暴地挤芒果起一片片的沙士卷向了望文。 望文下意识的就是要一拳轰向蓝小布, 就在此刻, 他听到咔嚓一声, 随即可怕的天地规则力量碾压下来。 望文心里一凉, 跟着他的凌落寸寸碎裂, 是海开始崩溃, 肉身开始坍塌。 这个时候望文哪里还敢继续炼化灭食亮节, 他不要命地撕裂虚空要冲出去。 再迟一点时间走, 那他整个人也会被天地规则撕裂成为虚无。 砰, 一道道雪雾炸开, 望文在那最后一息时间跌跌撞撞地冲进了虚空黑洞之中。 蓝小布亲眼看见, 望文身体似乎被撕成两半了。 望文一走, 蓝小布立即就祭出无灵盘再一次挡住了面食亮节道运。 第650章狭鹿相逢, 没有了毁灭圣人望伦的干扰, 蓝小布哪怕是身受重伤, 也是借助无灵盘勉强控制住了面食亮节道运, 他同样地祭出了大毁灭术。 大毁灭术开始缓缓融合面食亮节道运的时候, 蓝小布清晰感受到, 那一道紫色的鸿蒙道则似乎在脱离面食亮节道运。 蓝小布很清楚鸿蒙道则的珍贵, 可以说他身上的所有东西除了宇宙为魔之外, 其余的全部加起来, 也比不上一道鸿蒙道则。 可这一道鸿蒙道则竟然要一走, 这让他有些不甘心。 只是以他现在的能力, 又无法束缚住鸿蒙道则。 无灵盘可不是为了束缚住鸿蒙道则而存在的, 无灵盘存在的目的只有一个, 帮助鸿蒙道则束缚住蔑视亮节道运。 因为融合了蔑视亮节道运, 大毁灭树的盗运气息越来越强悍, 就在这个时候, 那一道紫色的鸿蒙道则终于和蔑视亮节道运脱开。 蓝小布在野故不得别的, 直接祭出了宇宙为魔。 他希望能将这一道鸿蒙道则收到宇宙为魔之中, 然后慢慢地去研究。 可惜的是, 想法是好的, 现实却让蓝小布无奈。 宇宙为魔根本就无法挡住鸿蒙道则, 更是无法将鸿蒙道则收起来。 宇宙为魔甚至连那一道鸿蒙道则的鞭都没有触摸到, 鸿蒙道则就射入虚空之中, 消失得无影无踪。 换句话说, 人家鸿蒙道则根本就不鸟宇宙为魔。 果然是不比宇宙为魔差的宝物, 蓝小布无奈只能收起宇宙为魔, 继续融合大毁灭树。 真虚大陆, 所有的人都在惶恐不安着。 有些人盯着空中, 有些人盯着地面, 这一刻整个真虚大陆, 无论是虚空, 地面, 江河大海, 山川沙泽, 都在颤抖着, 就好像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抓起真虚大陆用力地晃动着。 这种力量持续下去, 整个真虚大陆都会被晃散架。 一道道裂痕出现在真虚大陆的地表, 虚空之中甚至也开始出现了一道道虚空纹路, 似乎下一刻这一方宇宙都会爆裂开来。 可是没有人敢动, 没有人敢逃走, 因为这一刻天地规则极度不稳, 而且根据他们得到的消息, 这一刻所有地方都是这种状况。 只要在真虚大陆, 就没有安稳的地方, 真虚公, 新公主黄千枪脸色苍白, 她刚刚开始整合整个真虚公, 甚至还没来得及宣布真虚公将来不会存在, 继续存在真虚大陆的是新地山。 就在这个时候, 真虚大陆就好像要灭亡一般, 整个天地都在颤抖。 作为一个人先强者, 之前又是真虚公的实权长老, 黄千枪比谁都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真虚大陆的前身是真心, 真心曾经就爆发过这样的一次事情。 她听到的传闻是亮节到来, 结果被大能挡住。 这让黄千枪想起了之前来真虚公的蓝小布, 还有那个头戏神云金的黄英男子, 这两人的实力之强, 恐怕都不是修真界面上的, 可他们来这里都是为了无灵盘。 无灵盘是互助真心的宝物, 在真心之下有一道毁灭道运。 讲到这里黄千枪整个人都颤抖了, 她猜到了, 应该是那两个强者触动了那一道毁灭气息。 如果她猜测真的正确, 那真虚大陆即将毁灭。 就在黄千枪还在胡思乱想的时候, 剧烈摇晃的天地似乎慢慢地安稳了下来。 空中细微的裂痕开始弥合, 地面的抖动和撕裂也开始缓缓平息。 难道是那个年轻强者挡住了黄英人, 再次护住了真虚大陆? 无论是不是, 黄千枪都觉得自己应该赶紧去一趟大雀修真城, 去寻找那年轻男子的道驴左婉英。 大雀修真城左家, 左婉英惶恐不安地站在门口, 她看着剧烈晃动的天地, 心里担忧得世莫无忌。 婉英嫂子, 你不用担心, 小布大哥实力深不可测, 肯定不会有事。 原相组在一边安慰, 她有些怀疑, 蓝小布是不是触动到那一道灭食量节到运了, 否则怎么会引起如此可怕的天地移动。 左婉英下意识地抚摸了一下小腹, 在停止修炼后, 她总感觉自己已经有了。 本来等夫君回来后和夫君说这件事的, 没想到居然出现了天地一变。 好在这一变渐渐地平息下来, 似乎要结束的样子, 这让左婉英松了口气。 请问左婉英仙子可在, 一个轻昂的声音在外面响起, 左婉英赶紧冲了出来, 轮口站着一名她从未见过的男子。 大雀修真城出现了这种事情, 左家都以左婉英为主。 现在左婉英出去, 左家以左横天为首的一群人赶紧都跟了出来。 别人不认识黄千枪, 可是左横天认识啊。 她看见黄千枪的那一刻, 整个人如落冰枯。 完了, 婉英的道理兰小步杀了真虚公的一名真神进抢者, 现在皇长老亲自过来了。 这可是真虚公的人先强者啊, 真虚公的人先强者, 随便一巴掌就可以将整个大雀修真城给灭掉了, 不要说她小小左家。 晚辈左横天拜见黄长老, 尽管猜到黄千枪应该是来寻仇的, 可左横天担心左婉英冲撞了眼前这个人先强者, 赶紧上前一攻到地, 语气谦卑到了极致。 黄千枪赶紧上前扶起左横天, 不敢不敢。 我是受婉英仙子道理的嘱托, 前来报信的。 我夫君他在哪里? 怎么没有回来? 还有我父亲呢? 他和我夫君在一起吗? 左婉英听到这话, 赶紧上前问道, 黄千枪脸先黯然, 令尊不幸故去, 你夫君杀了仇人为令尊报了仇。 只是仇人太过强大, 你夫君和仇人一起离开了真虚大路, 具体的情况, 我并不是非常清楚。 不过婉英仙子请放心, 只要我黄千枪在一天, 左家就不会有事。 黄千枪没有说蓝小步杀了真虚公的六名人仙和帝仙强者, 几乎将真虚公的强者一网打尽。 他还要掌控真虚公, 如果这件事说出来, 对他重振新帝山病不是什么好事。 说真虚公的强者是那个黄一人杀的, 这不但给左家减少了仇恨, 还有利于他掌控真虚公。 左横天听到这话, 整个人都愣住了, 随即心里就是狂喜。 这时获得了一个真虚公的长老承诺啊, 有了这个承诺, 左家以后都不会在这里受欺凌了。 啊, 左婉英呆自住了, 父亲陨落了。 而且夫君也因为一个强者离开了真虚大路, 这让他一时间没有办法接受。 婉英, 现在左家只有你可以支撑起来, 你不要太过担心了。 左横天赶紧上前劝了一句, 不过他的劝说显然没有任何用处, 左婉英依然是愣愣地看着真虚大路星空正门的位置, 夫君是从那里离开的。 蓝小步都不知道自己炼化了多少年, 在无灵盘的帮助下, 他终于将这一道灭食粮节道运融入到了大毁灭树中。 如果说这一道灭食粮节道运有100的话, 那他融入了其中至少99%, 只有1%的灭食粮节道运被毁灭圣人望伦的大毁灭树融入了。 虚空早已恢复了瓶颈, 蓝小步却再也找不到方位。 他拿出了当初在仙界获得的虚空方位盘。 进入神界后, 他就再也没有使用过这个虚空方位盘。 蓝小步知道, 这个虚空方位盘肯定是一件宝物。 蓝小步期望这个虚空方位盘可以找到真虚大路的位置, 然后他再回去一趟。 至于毁灭圣人望伦, 就算是不死, 也是被天地规则干掉了九成九的小命。 让蓝小步失落的是, 虚空方位盘上一片漆黑, 没有半个坐标。 很显然, 这个虚空方位盘不适应他所在的位面。 犹豫了半天, 蓝小步决定从毁灭圣人望伦进入虚空黑洞的相反位置撕裂虚空界面, 也许他还能再回到真虚大路。 蓝小步天神七层实力, 在这种低级位面撕裂虚空道也没有什么难度。 随着一个又一个的虚空界面被蓝小步撕裂, 随着蓝小步撕裂虚空界面的难度越来越大, 蓝小步知道, 自己恐怕短时间内无法回到真虚大路了。 不仅如此, 他现在所处的位面很有可能是仙界位面, 因为仙界位面撕裂虚空的强度要强于修真界位面。 在这黑暗的虚空之中, 蓝小步除了一次又一次的撕裂虚空界面, 他根本就做不了任何别的事情。 又是一次撕裂虚空界面, 蓝小步跨入一个陌生的全新黑暗空间时, 他已经习惯了。 就在蓝小步再次要撕裂这一方虚空的时候, 他傻眼了, 因为他撕不动了。 他是一个天神镜后期修士, 除了神界位面撕不动之外, 修真界的虚空位面和仙界的虚空位面他都可以撕开。 现在连虚空都撕不开, 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回到了神界位面。 这一方位面虽然属于神界位面, 可明显不是在神界大陆边缘。 蓝小步即初轮回过, 在这黑暗的虚空之中小心地穿行。 半年后, 他依然是在这一方黑暗虚空之中, 没有半分头绪。 就在蓝小步想着这样不行, 准备试试摩西圣人情绪吸给他的那枚破戒符之时, 他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 那是毁灭圣人望伦的气息, 毁灭圣人没有走掉, 竟然也被困在了这个地方。 同时, 蓝小步也清楚毁灭圣人也感受到了他的存在。